今天平約室牧師的廣播 讚美主 當你來到主的面前 正如我們所做的 教會不是一座建築物 而是上帝子民聚集的地方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我就在饕門中間 我們來是要慶祝主耶穌基督 因為祂全然可愛 祂是無人能及的 當你踏入職場 你知道自己在這個環境中 是應該注重你的行為 你的舉止 你所做的都是至高無上的 你是誰 你的身份是什麼並不重要 他們進行面試的時候 是基於你能夠為公司帶來什麼效益 而不是公司能夠給你什麼 Amen 在你失去了能力 或者是不再為公司賺錢的那一刻 你在那個職位上 就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 他們可能不會把你趕來公司 而是把你安置在其他的職位 但這就好像告訴你 你不再帶來任何利用 他們就是根據這一點來評價你 不幸的是 我們孩子正進入這樣的世界 這就是當今世界的系統 但是在上帝的國度裡面 這就是我要為你做的 恩典不是關乎你可以做什麼 事實上上帝會告訴你 請不要做任何事 因為我們什麼都不想要 你所做的一切 都不能夠帶來上帝想要的結果 Amen 上帝說從我這裡領受 這就是唯一這樣做的王國 大家一起說Amen 因此 耶穌所有的比喻都是關於 祂比喻裡面的主角 都總是浪子或者是失敗者 或者是最卑微的最小的或者是失喪的 他們是得到最好的人 他們是得蒙祝福的人 他們是享受上帝恩寵的人 失喪的或者是在後的將要在前 總之裡面最小的可以移動一座山 我們錯過了重點 我們需要改變自己思想 當我們以為上帝要強大強壯的人 才能夠成事 以為我們要奮勇走出去 以為上帝想要那些信心和主動性 其實上帝正在說 回去退後 在今年的Hazab智慧之年裡 我相信上帝正賜給我們智慧 是充滿恩典和仁慈的智慧 Amen 一起來讀讀這個部分 因為我想告訴你 耶穌的侍奉正是如此 當以塞亞先知活在耶穌在百利行 降生為嬰兒的四百年前 先知以塞亞越言 那個將要來的尼塞亞是會有這些特徵 這個將會標誌他的侍奉 你覺得會是什麼呢 一位在寶座上統治的國王 一個屈從其他國家的人 一個騎在馬上有能力之人 不是 他給了我們 尼塞亞這句話 《馬太福音12章20》 押傷的奴蝟,他不截斷 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直到他施行攻你,使攻你得勝 以塞亞口中論道的尼塞亞是這樣的 他在他的事工裏面 是不會截斷押傷的奴蝟 也不會吹滅張殘的燈火 這是什麼意思? 以塞亞正使用自己所生活的時代的一些景象 和後來耶穌時代的景象為例 一根押傷的奴蝟,奴蝟是這樣的 你會在以色列看到這些奴蝟 事實上,這是與我們同行的人 我們看到奴蝟生長,這些是強壯的奴蝟 那裡也有小奴蝟,當然也有奴蝟的幼苗 而他們也會用奴蝟去造成長者的手杖 他們在耶穌時代用它造成測量的肝 而孩子們就會用小奴蝟去造一些管子 那裡有個小孩子在加利利湖邊吹笑 有一天我們看到了這個奴蝟 當時牧師們和我都在加利利湖邊 我們在海灘上看到奴蝟 於是我告訴他們 讓我們解釋一下奴蝟 這次經文在腦海浮現 押傷的奴蝟他不截斷 我看到Joe牧師在玩奴蝟 你可以看到奴蝟被截斷,看到嗎? 這是一伙傷痕累累的奴蝟 押傷這個詞語其實是被粉碎 孩子們會使用這些奴蝟在他身上打孔 將它變成一枝笛子,一枝管子 演奏出美妙的音樂 但在他破裂的那一刻 就像你的吸管被壓壞的時候 你不能再喝,你會隨手丟掉它 為什麼?因為吸管的數量有很多 就像奴蝟一樣,它的數量有很多 所以孩子們就把它丟掉 我意思是他們隨手可得,Amen 河岸上有很多很多的奴蝟 在約旦河和加利利海邊到處都是奴蝟 特別在約旦的地區 你會發現那裡有很多奴蝟 對他們來說可以隨手丟掉這些被壓傷的奴蝟 但是耶穌不會把你拋棄 祂不會把你丟到一邊 即使在你傷痕累累的時候,Amen 祂也不會把你截斷 當你失去歌聲,不會再唱出任何旋律 你覺得自己的生命不再是一個偉大的見證,Amen 祂也不會對你置之不利 祂愛你 沒有任何僱主會這樣做,Amen 沒有人會說,你在這裡 因為我們要善待你 今年我們會給你優厚的獎金 好嗎? 因為你經歷了很多的沮喪 所以你會得到額外的獎金 好嗎?沒有這回事,Amen 我們需要理解到,我們需要悔改 悔改就是改變你的思想 這不是上帝的國度運作方式 當你氣餒的時候,允許自己被愛 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什麼是將殘的燈火 在幾天之後,你們有些人會跟我一起去到以色列 所以要去以色列的人說,Hallelujah 那些不去的人說,Oh,我的天啊 OK 當你去以色列的時候 有些地方會給你一份免費的小禮物 一份是紀念品 有些地方你必須要購買少許的雅氣 就像阿拉丁的燈一樣 你看過那種圖製的燈具嗎? 它的尖端是有一條小燈芯 燈芯就像一塊小布 通常都是白色的 而在耶穌時代,燈芯是有這麼大的 而那一塊小布其實是由阿瑪製成的 OK,是由阿瑪製成 他們的做法是燃燒它的一角 它的另一端是會接觸到油的 如果有油,火就會燃燒起來 只要有油,它就會一直燃燒 沒有油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呢? 不僅如此,當它濕了的時候 在下雨的時候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你知道蠟燭會發生什麼事嗎? 當它們被催滅或是熄滅的時候 是會有煙的 你不喜歡煙的味道 或者你正進行方香療法 你擺放出來的小小蠟燭 它們在熄滅的時候是會有小小煙霧的 不再是乳香,不再是芬衣草 不再是檸檬香草 你會嗅到一些刺鼻的味道 你知道嗎? 當你燒盡燒焦 不再有任何油的時候 當你再沒有任何因膏 你甚至覺得自己不再被因膏 你正散發出煙霧 你不是一個好見證 你沒有散發輕香之氣 你正散發一些糟糕的煙味 將殘的燈火你不催滅 它會讓你繼續燃燒 你知道嗎? 你所有的見證都不是好的 但它容許這件事發生 它不會催滅你 不會說你什麼事都做不好 因為一塊布可以輕易地從某處剪掉 你不好,其他人會扔你出去 因為為什麼? 將殘的燈火 我的意思是阿玛 是很便宜的 四周圍都有 你可以任何地方都找到它 你可以隨手就扔掉它 更何況是燒焦呢? 你可以把它丟掉 但它不會把你拋棄 阿玛 它不會催滅你 它會愛你 它會愛你直到什麼? 它會愛你直到得勝 它是不是會施行攻你 使攻你得勝 這意味著它將會代表你施行攻你 如果仇敵魔鬼已經進來摧毀或者殺害 或者偷野什麼都好 它就會對敵人施行攻你 並賜你得勝 大家一起說阿玛 事實上 這裡的德勝這個詞語 當以賽亞預言這句話的時候 這句話是來自馬太福音 是我們的主耶穌實現了它 但當以賽亞預言這句話的時候 以賽亞其實是說 憑真實將攻你傳開 請留意取代得勝的字眼是正確 為什麼? 因為它將它們作為比較 帶給你勝利的正正是真理 正確 現在你正聆聽真理 你知道聆聽真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嗎? 你會得勝 為理解哈塞的智慧 我們需要理解這一點 哥林多前書告訴我們 智慧人在哪裏 經學家在哪裏 今世的辨事在哪裏 上帝不是使熟世的智慧變成了愚笨嗎? 世上有智慧 但上帝已使他們的智慧成為了愚笨 就像我剛才跟你說熟世的智慧說 不要僱用那些對公司無益處的人 對創業的人來說 這是非常明智的 對不對? 這是熟世的智慧 上帝的智慧卻說 對 對 使用忠誠的人 對你好的人 他們將會成為你能夠使用的最好的人 因為在上帝的智慧裡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 既然不能認識上帝 上帝就樂意藉著所存的愚笨的道理 去拯救 去醫治 去保護 去祝福 這一切都包含在拯救這個智慧裡 那些信的人 猶太人 要求神職 這裡的神職這個詞語也是奇蹟的意思 耶穌行過許多的神職 這是耶穌行過的第一個神職 奇蹟 奇蹟神職 超自然的發生 猶太人要求神職 希臘人尋找智慧 我們卻全揚釘十字架的基督 而不是神職 在猶太人看來是半腳石 在愛族人看來是愚笨的 十字架 但對那些蒙照的人 不論是猶太人或希臘人 基督是上帝的能力 他帶來了神職 耶穌釘十架是上帝的智慧 他將這份正在尋找的真智慧賜給你 為何會這樣呢 為何會這樣 請看十字架 誰會想到世界上的問題的答案 就在十字架上面 但在這句之前 讓我們先繼續請看下一節 因為上帝的愚笨總給人智慧 彷彿是說著上帝有愚笨的時候 但我們知道是絕對沒有 這是一種表達的方式 即使有愚笨總給人智慧 上帝的軟弱 彷彿他有軟弱的時候 上帝的軟弱總給人剛強 弟兄們你們想想 你不只是蒙照的 按人來看有智慧的不多 他不是說沒有人 他是說按人來看有智慧的不多 自然的智慧有權勢的不多 出身尊貴的也不多 你是不是留意到上帝沒有呼召很多 並不是完全沒有 而是沒有呼召很多成功人士 行動者和風雲人物 但上帝卻揀了世上愚笨的 使哪些有智慧的羞愚 他也揀了世上軟弱的 使哪些剛強的羞愚 或者讓強大的感到羞愚 現在請仰望十架 如果你仰望十架 你就會自己思考 對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只會看到一個人死在上面 猶太人看著十架 覺得那是一塊半腳石 而不是一個神跡 這個如何成為上帝的能力 我看到一個人正在流血赤身露體 在羞愚中死在十架上面 世界正在嘲笑他 這個為什麼可能得勝 希臘人正在看著他 他們在說這個怎麼會是智慧 就像某個失喪的人被掛在十字架一樣 但對我們來說 這個是上帝的大能和智慧 為什麼在十字架上面 所有 律法的要求 上帝的要求 公義的要求 神聖的要求 對於你的律法的要求 對你我生命的要求 都已得到滿足 在耶穌基督保血裡面 完全得到滿足 大家一起說Amen 所以今天我們不是在上帝的要求之下 我們是在上帝的供應之下 上帝不只是說你們要聖結 祂為你供應了聖結的這份禮物 Amen 祂不只是說你知道嗎 要這樣做Amen 祂對你的愛驅使你這樣做 Amen 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 讚美主耶穌 目前為止跟著我 在十字架上面 不僅僅是敵人被壓制 律法亦都得以彰顯 上帝很滿意 上帝一切的要求 都完全得到滿足 因此耶穌在十字架上面呼喊聖了 Amen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說哈利路亞 讚美主 讓我們繼續 接下來是 請看看 第28節 上帝也簡選了世上卑賤的 我讀到 上帝卻簡選了世上愚笨的 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 他也簡選了世上軟弱的 史那些光强的羞愧 現在我們讀到 他也簡選了世上 悲賤的和被人輕視的 以及算不得什麼的 當你看到牧師 為何上帝簡選他 這裡會告訴你 好了 悲賤的和被人輕視的 上帝簡選了一個口吃的男孩 事實上 我甚至在青少年的時期 都是口吃的 我在十幾歲就已經口吃 我甚至不能在台上說話 今天這個神跡是顯而易見的 我為著上帝的榮耀說這番說話 就上帝來說 你不符合資格 就是讓你合資格的條件 所以不要因為不符合資格感到羞愧 大家一起說Amen 看看基甸 他當時正在打墨水 他們的情況自然不同 他當時在米甸人手中 我覺得我們基督徒現在 有類似的情況 我們在媒體的控制之中 媒體之中 皮牧師人你真的很老套 是的 我是 我也是想舉個例 讓你們明白 無論如何也好 他當時正在打墨子 耶和華的使者出現了 那就是耶穌向他顯現說 大能的勇士勇敢的人 他說 在哪裡 在哪裡 基甸說在哪裡 上帝的神跡在哪裡 上帝的神跡在哪裡 在這裡 主稱他為大能的勇士勇敢的人 他說 你為什麼會呼召我 他說 我來自最小的支牌 在那時馬拿西是最小的支牌 他說 我的家族在馬拿西支牌中是最卑微的 我的家族在馬拿西支牌中是最卑微的 他說 為什麼要呼召我呢 耶和華說 你靠著你的能力 我忘了那裡的說話 在他說 我是最小的之後 上帝說 你靠著你這能力去 換言之 你的微小 就是你的能力 你的不合資格就是你的能力 你靠著你這能力去 耶和華 耶和華是你的平安 於是他往戰場去 三百個男人 這裡的人說 我們的武器是什麼 OK 請不值地站成一排 這個是你的武器 妻子帶著雅氣 逃脊的雅氣過來 對 這個是你的武器 雅氣 拿著這個壺 拿著這個壺 他們面面相摧 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要用一個破的罐子 那些全部都是雅氣 不單止他說 裡面有一盞燈 當我指示你的時候 你要點燃這盞燈 或者真正的武器還未來到 老婆 將下一件武器帶過來 這裡有山羊的號角 一個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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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已經全腹武裝了 第二天他說 看見我做什麼 你們就照著做 他們到山頂的帳篷那裡 他們當時所做的 就是點燃了雅氣裡面的蠟燭 你可以看到雅氣裡面 這只是哥林多後書二章 告訴我們的圖畫 我們有者寶貝在雅氣裡 這就是為什麼你仍然感到緊張 這就是為什麼你仍然抑鬱症發作 這就是為什麼你有時候信心強大 有時候軟弱 但你裡面有一個寶藏 那是一個寶藏 你是一個雅氣 你裡面有一個寶藏 有時候你感覺是被擊打的 卻從未擊出這個寶藏 有時候你這個雅氣 是感覺深灰異冷 但是有一種鼓勵 是在你高升著 有時候你這個雅氣 是感到難過 但你不會像接受基督之前 這樣那麼傷心的 因為你仍然感覺到內心有一種喜樂 它扶持著你 你有這個寶貝在雅氣裡面 為什麼上帝拯救了我們之後 不帶我們回家 我們得救帶我們回家 為什麼上帝把我們留在這裡 為什麼上帝不改變我們的身體 總有一天當被提發生的時候 祂會這樣做 我們得著全身的身體 為什麼不是現在 因為上帝要證明榮耀是屬於祂的 我們只不過是雅氣 今天上帝已經祝福我們了 不管是我們的業務 我們的市工 我們的人際關係 是有多麼成功 我們的家庭 讓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一切的源頭 讓我們將所有的 讚美和榮耀歸給祂 大家一起說Amen Amen 上帝在十架上的智慧 但是讓我們真正追求Hazet的智慧 重點不在於形式 而是你與上帝的關係 最好的是 無論你的思想有否改變 你都已經悔改 你會看到上帝就像我今天分享的這樣 Amen 請讓我總結 然後我們會結束崇拜 回到哥林多前書 上帝為何這樣做 他為何使用軟弱的人 世上軟弱的 使那些剛強的羞愧 挑選了世上愚笨的 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 以及算不得什麼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算不得什麼的 為了要廢棄那些自以為是的 為要廢棄 上帝挑選了那些無足輕重的 為要廢棄那些自以為是的 假設你有一個腫瘤 你知道上帝如何燒除這個腫瘤嗎 使用那些算不得什麼的東西 哇 你能夠看到你的話語嗎 不行 你不能夠 但是你那些算不得什麼的話語 可以廢棄那些存在的事物 所以你能夠看到你的債務 對 你如何燒除債務呢 言語是看不見的 很多時候 我們沒有意識到 上帝祂其實是任憑我們 處置這一切事物 我們卻要尋找更超然更強大的事物 就算你說去吧的時候 上帝就說撤退 這才是增長的道路 上帝的方式是 你的祈禱越簡單就越強大 所以 上帝為何做這些事情 算不得什麼的 為了要廢棄那些自以為是的 使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不能自誇 我們永遠不能靠肉體的避患 我們的教育智慧 掌上人際關係而去到誇口 你可以在一件事上面誇口 你們恩著上帝 代表這個是上帝的作為 得以在基督耶穌女 你看看 今天你和我在基督裡面 然而一切不在於我們所做 而是在於上帝 我們在耶穌基督裡面 是上帝的作為 是誰為我們成為了什麼呢 上帝的智慧 不僅如此 還有公義 這是我們收到第一份禮物 對嗎 還有聖結 是什麼 聖結 鼎姊妹 耶穌是你的聖結 你不是自己的聖結 耶穌才是你的聖結 還有救贖 救贖是什麼 你被救贖脫離了就座 你被救贖脫離了我們所有的罪果 你被救贖脫離了懲罰 你被救贖脫離了就座 意味著祂的提供 供應 不是我們的工作 我們領受得越多 能做的就越多 你願意允許祂來愛你嗎 不要害怕你的軟弱和景況 只要歡喜快樂 耶穌 正是你的不合資格 才讓你有資格獲得祂最大的祝福 所有人一起說 耶穌 將讚美榮耀歸給上帝 你是否領受基督在十格上為你做的一切 如果還沒有 你現在可以領受祂 請跟我一起說天父 發自心底地說天父 感謝祢 賜下祢兒子這份禮物 我親口承認 耶穌基督是我的主 祂因為我的罪死在十格上 祂又從死裡復活 為我戰勝死亡 我得蒙極大的祝福 完全蒙赦免 心蒙恩寵 我深深備愛 奉耶穌的名 所謂對耶穌基督是祝福 的乞醫院 天父 也也有自己證面 每其對信 Web 宣布 所謂的信心 全身的法 Bild 神明 天上的父 我感謝祢愛了我們 shading imagery 感謝天父 即使我们的口中 是说不出任何祷告 你都是能够听到我们心中的叹息 天父我们为此而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 主 当我们开始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 见证不再发光 或者不再散发芬芳的时候 你都永远不会对我们自知不离 感谢主耶稣 感谢天父 哦天父 请继续提醒我们 我们的软弱只是一道闯开的门 好让你的大能流淌 天父 接下来这个礼拜 主 我们知道我们无法保护自己 我们无法保护我们的家人 只有你能够做到 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你身上 我们祈求你走在前头 主 求你猜派你的天使走在我们前面 将高低不平的路收平 带来帮助 释放和恩宠 天父 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处境 我们祈求天上的父主 求你恩待我们 主 使我们在众人面前蒙恩宠 在整个礼拜里面 将我们放在正确时间和正确地方里面 主 求你在这个礼拜 保护我声音下的 每一个家庭 远离所有伤害 远离所有危险 远离恐惧 父 请保护那些预备去以色列的人 飞行的旅程 主 我们祈祷 当他们身处以色列的时候 求你让耶稣的补血保护他们 远离所有的伤害和危险 远离恐惧 远离每一种病患和疾病 远离黑暗的势力 主 你的子民就在这里 我们祈求天父让他们得到完全的保护 感谢天父奉耶稣的名祈求 我们将所有赞美荣耀和尊荣归给你 现在就说耶稣是我的智慧 是我的公义 我的圣洁 和救赎 Amen 上帝祝福你 请为我祈祷 我准备去以色列 多谢大家 上帝祝福你 谢谢 Cheers multiplic 帅